大家好,我杨风,今天3月22号 今天的内容预示了中美势力对比 出现了嚣张的情形 同时,这也表示 世界局势将有可能更为动荡 3月20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要结束俄乌战争 必须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国际社会应当拒绝俄罗斯 在中国的支持下 要求乌克兰停火的任何战术举动 很显然的 美国展示了强硬的立场 还要求国际社会 拒绝中国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 拒绝中国调停 俄乌冲突才刚刚出现一丝的和平解决希望 就被美国拒绝了 不过,我们认为 美国拒绝中国的方案 以及中俄两国对结束战争的努力 完全在意料之中 重点 不是在于美国是否拒绝 而是 美国一旦拒绝了 美国在过去的一年 所抢得的道德制高点 与国际话语权 将会打了折扣 而北京 北京却在这方面往前推进一步 2月24号 这是俄乌冲突的一周年 北京在这时候发布了一份文件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 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说法 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主要的原因是 一 俄战争仍然打得激烈 所谓的春季之战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尽管俄罗斯占据了上风 但是 美国和北约国家并不放弃 仍然计划 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军事武器 再加上最近的消息 北约声称 为了防止乌克兰危机万亿 正考虑向俄罗斯接老的地区 派遣30万部队 北约同俄罗斯征战的风险 北约就大为提高 二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调停方式 是全球主要国家中 唯一一个以和平的路线 来解决俄冲突 而美国和北约 只是不断的运送武器 提供弹药给乌克兰 战争没有停止的迹象 换个角度来看 美国对北京于此时提出的立场方案 感到紧张 一 美国不希望冲突结束 有关这一点 目前说起来有点复杂 美国原先的构想是利用拱火战争 经由金融制裁 加上战争的消耗 来整垮俄罗斯 并且 再利用战争时期进行加息 吸引海外的资金流入美国 美国得到这些资金后 可以弥补美国加息紧缩后的资金缺口 而加息的动作 又可以助力美联储对付通货膨胀 把通货膨胀降下来 这是美国利用战争与加息的完整战略构想 同时 又可以充分动员欧盟 将欧盟彻底置于美国的掌控之下 等到通货膨胀降下来之后 美国一方面可以重新回复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 可以再度集中力量 对付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曾经有疫情的内容 普京要打多久 谁在拖延俄乌战争 这是去年3月22号的内容 预估美国的计划是 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大致上达成这样的战略设计 所以 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说 美国在等待 等待新的通货膨胀数据 借以调整往后的经济与金融上的策略 并且重新制定对付中国的方案 如果一切顺利 美国可以把部分的资源和力量 从乌克兰战场上 转移到西太平洋来 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但一方面 美国的通货膨胀 并没有如预期的降下来 一月份的CPI数据是同比上涨6.4% 二月份的通膨数据是同比上涨6% 另一方面更糟糕了 就在这两星期 美国连续出现了金融行业的暴雷 不仅仅是如此 连瑞士信贷也暴雷了 结果是 美国于一年多前的谋划 并没有如预期的解决美国的通货膨胀难题 并没有如预期的解决美国的通货膨胀难题 但只要冲突还在 美国还可以谋划下一阶段的方案 例如,再度加码战争 提供更多的武器给乌克兰 然后,再度升息 借以想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产业进入美国 搞垮欧洲的经济 但是,如果冲突结束了 美国就失去了可供操作的工具 到时候,美国将面临一大堆的难题 例如 一,美国自身经济上的难题 二,2024年的总统大选 三,缺乏对付中国的方法与手段 所以,美国断然不希望俄乌冲突结束 一定会想尽办法留住冲突 让战争继续 美方好不容易策划下来的冲突 怎么可能会轻易地让计划流产 失败呢? 那就得要尽可能地 反对中国的和平解决方案 不能容许中国的方案 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于是,就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美国发难 抨击中国的政治解决冲突的路线 务必要把中国的路线给压下去 不能够让国际社会 出现探讨中国方案的可能机会 二,中国的主张让美国尴尬 之前有人说 北京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没有用 因为,美国与北约不会跟从 其实,北京提出和平解决 政治解决的立场就是赢 因为,这是全球主要国家中 唯一一个和平解决的主张 美国如果不接受 就突显了,这是美国在拱火战争 美国如果接受了 那就表示,一年来 美国拱火战争是错误的 需要检讨 所以,不论美国结束与否 中国大陆提出这样的主张 就是赢 这是赢的策略 赢的态度 赢的路线 北京在欧冲突满硬点的时候 提出了政治解决的主张 实际正好 原因有 一,俄战争达到现在 已经出乎美国的意料 美国之间的盘算落空了 美国协同欧盟使用金融核武器制裁俄罗斯 没用 在战场上,消耗俄罗斯的目的 也没有全然达成 反而,美国与欧盟国家 也陷入了战争的泥闹 另外,正在进行中的春季大战 俄罗斯也掌握了主动权 占据了优势 这时候,北京提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主张 使得中俄两国的立场更往前推进 一来,俄罗斯是掌握优势的一方 二来,美国与欧洲提不出更好的办法 美国与北约支持的乌克兰 在战场上不掌握优势 就失去了主动权 也失去谈判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 美国与北约如果拒绝和平解决方案 就意味着 美国与北约只是着重于战争 也更加坐实了美方之前拱火的说法 因而,美国与北约会失去之前的舆论制高点 只是一味的拱火 一味的好战 美国拒绝中国作为调停者的角色 拒绝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 解决冲突 那就表示 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运送更多的武器 果然 美国五角大楼于昨日再度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3.5亿美元的美国装备和弹药 另外 欧盟各国外长和防长于3月20日 在布鲁塞尔开会 将在会中敲定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的计划 拒绝中国的提议 和步骤 对美方来说 美国眼看着上个世纪的苏联 入侵阿富汗 从1979年到1989年 苏联花了10年的功夫 最后只能够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在当时也是支持阿富汗对抗苏联 美国也同样向阿富汗提供独针飞弹 美国有了那一次的成功经验 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中 更是做足了准备的功夫 又是对俄罗斯金融制裁 又是联合盟国 共同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 又派遣军事教官 还有为数众多的雇佣兵潜入乌克兰 协助乌克兰作战 但是,为何还是无法成功呢? 2021年,我们有疫情的内容 美国打边缘战略,面临爆裂的危机 当时,我们就分析了拜登政府的做法 也提出了警告 拜登政府太过自信 总是把弓弦拉得太满 而且,拜登政府同时拉开了好几张弓弦 是一次性的同时拉开好几个弓弦 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是美国实力再怎么强大 拜登团队再怎么足智多谋 都有可能会遇到失算 结果不如预期的情形 由于拜登政府同时拉满了好几张弓弦 一旦某一张弓弦出现了问题 美国将没有多余的能力去救火 从拜登上任以来 到底拉开了多少张弓弦呢? 我们来算一算 拜登一上任 就在国内推出了1.9万亿美元的 疫情纾困方案 这1.9万亿美元的金额 的确帮助了拜登推高美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也同时推高了通货膨胀 因而埋下了破坏 除此之外 拜登还在其后推出好几个方案 都是花钱的方案 我们就不一一地诉说了 拜登政府大肆扩张财政赤字 这是第一张弓弦 拜登拉开的第二张弓弦 持续对中国制裁 这包括了印太战略 芯片制裁,科技制裁,新疆议题 香港议题,打台湾牌,等 拜登政府对中国不断地加码 不断地制裁 每隔一段时期 就会有新的节目来制裁中国 这第二张弓弦,弓射了出去 却反噬回来 一方面,让美国的科技产业 失去中国的市场 二方面,由于破坏供应链的结果 也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只不过 美国把中国当成是头号竞争对手 单单是对付中国,就够吃力的 但是,拜登还是同时 在其他的方面,又拉开了弓弦 拜登拉开的第三张弓弦 就是于2021年底 对俄战争拱火 这是拜登最为满意的一张弓弦 可惜,事与愿违 美国已经一头栽进了战争中 除了每年向乌克兰提供巨额经费之外 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战争的缘故 也推高了全球的能源价 也因而再度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拜登拉开的第四张弓弦 美联储于去年3月采取断燃措施 进行快速加息,快速缩表 想要压制通货膨胀 拜登政府精心打算 把第四张弓弦 和第三张弓弦合并起来打 2022年2月24日 俄战争开打 美联储立刻于战争开打后的一个月 推出了快速加息 快速缩表的政策 正是施展悉心大法 向全球吸金 把这两张弓弦结合起来 这是拜登团队最为得意之作 这是战争加升息 是美方认为非常漂亮 而且完整的计划 美方认为,岂有不成功之力 但是,天不从人愿 诸多原因 美国当初规划的目的 就是没有达成 反而,现在又落得了金融危机的下场 美国正在焦头烂额的 对付接二连三的金融爆雷 以及后续可能的风暴 我们简单做一个表列 一,扩张财政赤字 导致了高通货膨胀 二,制裁中国 同中国经济脱钩 三,拱火俄战争 四,美联储快速加息 快速缩表 拜登政府把这四张弓弦都拉得满满的 几乎在这四张弓弦上 全力以赴 但是,当我们审视拜登政府的成果 似乎没有哪一张弓弦是做得好的 而且,更不幸的是 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出现了差错 还有,更加不幸的 从这四张弓弦射出去的箭 到最后,都反噬回来 而且,都指向了一个方向 通货膨胀之后的紧缩 造成流动性短缺 美国现在尴尬了 拜登头大了 昨天,我们才说过的一句话 爆雷风波,几时休啊 我们做一个结论 美国拒绝中国的政治解决 而无冲突的主张 这是意料之中 然而,美国的反对 再加上最近的国际趋势 已经产生了对美国不利的局面 总计有 一,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美国和北约盟国 只得不断的加码 但北约加码对乌克兰的援助 却不能够改变乌克兰在战争中的颓势 最多只能够让乌克兰继续的支撑 而不断加码的结果 只是让美国与欧盟国家陷入了更深 二,美国国内的金融爆雷 让全球许多国家失望 因为大家看到了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本质 另外,美国的债券市场将承受压力 美国国债还会有多少的国家愿意购买呢? 这会是一个问题 三,就在这时候 中国展开了外交初级 先是由伊朗和沙特恢复邦交关系 另一方面 埃及和土耳其同意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一些国家似乎不再那么依赖美国 作为调停者的角色 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增长 也越来越愿意承担大国的责任 十年来 美国一直批评中国 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 北京最近的表现和成绩 不就这么做吗? 美国实在不需要担心 今后 美国一定会看到中国在这方面 出现更多的大国担当 面对这些问题 拜登今后如何做呢? 美国拒绝中国的调停者角色 拒绝俄乌谈判 已经充分表明了立场 美国就是要手握战争这张牌 这就危险了 那么 美国是否会在今后想尽办法 让俄乌战争升级 以便于在战争的纷乱中 吸取更多的资金 例如 让北约参战 刚刚已经说了 北约正在考虑 在俄罗斯边境地区 派遣30万的部队 我们会在往后的内容再次谈论 最后的风波 战争与加息 这会是一场更大的风暴 全球将为之震动 敬请大家期待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洋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